卡车运输车 这一次运输的是什么呢 原来是小工程车 看来这附近也有一个工地要开工了 所以才需要这么多的工程车 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工程车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底下的一层 咦 这一个好像不是工程车哦 这一个是小船 上面还有一个人偶 积木组装的小船 接下来呢 我们来把这个卡车运输车给它变形 这样呢 我们上面的工程车才能够从上面开下来 好 我们开始给它变形 好 那我们来按顺序把车子给它开下来 首先呢 这一个是推土车 可以用来推商 推土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挖掘机 可以360度旋转 驾驶室 挖斗 再来一辆 这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粗壮的钩子 一个长长的杆子 对 这是一个吊车 这是吊车操作用的手柄 好 我们再接着看上面还有什么工程车呢 搅拌工程车 搅拌水泥的工程车 这个可以旋转 如果这个车子要启动的时候呢 这个就要不停的旋转 好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辆是什么工程车呢 可以拉供电上的货物 土方 也可以自卸 非常方便 这就是今天的双层卡车运输车给我们运输